家裡應該有五六十頂帽子 衣裳、帽子、褲子、鞋都很挑剔 我要穿我自己什麼樣子 讓它跟我畫一樣多樣 我相信很多人對我這種感受 在這個展廳你會有一點點的迷惑 會不會是有話 這是難免 因為我的畫是其中一個特點就是色彩強烈 《朝央-midi-radio》 Shi-chi me fait part en détail de sa philosophie de création en particulier de son idée des trois éléments en un incorporant simultanément le figurative, l'abstraction et l'impressionnisme dans chacune de ses œuvres 這是一幅大唐的聖景 對 我想大唐是中國人很欣賞的祖先 國家強盛、太平 以那個立造點來畫 這裡面有人物、有山水、有花鳥 用三項合一來幫 這一群是皇室、家族 大臣、貴族、小姐、百姓 這些是具象的 具象 那麼印象在哪裡 你看這排這邊都印象 是人不是人都有 大家去猜 表現的計畫 表現的計畫 裡面用一點線 用一點點 那個山裡頭 那個一點一點藍的 不要讓你看出是什麼 花裡頭 上面一點一點的 就要振脫它這個氣魂 那麼抽象就很明顯了 大石塊 從這個色塊的形式上看 好像更偏稀化一點 但是從這個色彩本身的顏色來看 它就是中國傳統的顏色 你去找它都是中國現成的 紅、黃、綠、藍、白 齊了 就這幾個手 你到一個寺廟裡就知道 中國本色就這幾個手